9月26日在全运会体操平衡幕决赛中 奥运冠军管成成出现失误不慎从平衡幕上掉落 最后以13.920的成绩位列第五 团体赛获得第四名后 管成成曾在镜头前崩溃大哭 至此管成成在全运会参与的所有项目都无愿讲牌 因此不少网友猜测她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据范范了解 此前管成成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跳舞视频 引来网友指责她不务正业 管成成回怼后部分网友们还不依不扰 纷纷表示她飘了 练了几年的体操动作 因为酷似带鼠摇 又被网友吐槽是在蹭热度 让人感到视觉疲劳 平衡幕比赛结束后 管成成还在现场表演了一段最近心血的舞蹈 似乎并没有被比赛影响到心情 也希望管成成之后能尽情享受下期 好好休息 调整心态 管成成在资格赛认定了6.6的难度 资格赛排在第二位 交换腿跳上地组 交换腿跳整体180度地组后手班 这一场可以获得0.4的连接加分 哎呀 剑子直体后空翻 和卢宇飞在同样的地方掉下了平后幕 剑子后指是一个B1 正常来讲的话满足一个技巧串 满足0.1的连接加分 这是一个四连接 完成得还不错的 剑翅 好的 前手翻B 团伸前空翻B 满足一个不同方向的技巧 0.2 跨跳停伸前空翻 横叉跳倒叉 这一串满足0.3的连接加分 单足端体360度之后 招牌的盖鼠摇 看下巴 站住 漂亮 剑子曲体后空翻两周下 她的下巴比之前的选手还是难一些的 这是一个异组的下巴 晨晨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 她多么的期待能够在全一会的舞台上再次绽放 拿到金牌 可惜刚刚那个掉下确实是会损失非常多的完成分 不过在她的成套当中还是有相当出色 相当亮眼的亮晃的表现 同样是在空翻的时候 转体轴有一点偏 请不吝点赞 按设一按赞